娱乐第一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娱乐第一眼 2019年内香港民元圈最为轰动的一件事情 则是香港地产大亨赵世曾 现在40岁的女儿赵世之悄然离婚了 本来离婚这种事情呢 在今天这个社会早就是见怪不怪 仍然会用轰动来形容 不只是因为赵世之的结婚对象 亦是一个女生 而更因为两人当年为了结婚闹得满城风雨 也算是经历了重重难关才在了一起 结果逃不掉七年之痒 而离婚后的赵世之呢 立即就有了新的恋人 依然是一位女生 不过重新恋爱的赵世之 这一次不再如从前那般高调 一直很小心地避探新对象 嫌少让对方公开露脸 罕见的是 日前赵世之在情人节前后 举办了一场 名为Love Beyond Mars的活动 她是含有的上传了与新女友的合照 并且透露还是会考虑再婚 而希望在香港再婚 40岁的赵世之作为赵世曾的女儿 成为了一代名媛 而为人所熟知 她的父亲赵世曾呢 之所以受到关注 不只是因为她有钱 而是因为私人的感情作风 比较特别 83岁的她至今未婚 也不遇结婚 因为结婚会被瓜分财产 更是自称交往过千千万万个女友 所以只做风流大亨 不做贴心的丈夫 而赵世之呢 是她交往过与众多女友中所生的一个女儿 除了赵世之外呢 她还有两个儿子 也是不同的女友所生的 也就是说三个孩子不同吗 家庭的关系颇为复杂 赵世之之所以受关注 不只是因为有一个风流的父亲 而在于她的感情呢 也颇为轰动 这自然离不开她的取向与感情生活 赵世之与前妻 即是波尔多太子女杨如新 在2005年相识 并结成情侣 2012年在法国秘密结婚 这件事情在当时相当的轰动 因为她是香港首位公开同性婚姻的公众人部 因为赵世之当年很张扬 这一度遭到了赵世增的反对 有头有脸的赵世增 是不可能接受自己的女婿是个女性 当时她公开发表声明 拒绝承认这一段婚姻 更是出自五亿港币 全球招男性的女婿 整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截至相闻 而赵世之与杨如新亦是爱得义无反顾 不顾任何人的反对都要在一起 甚至还为了追求真爱的典范 两人经历了风风雨雨 好不容易在一起 最后却没躲过七年之痒 2019年3月 赵世之被曝光 已经与杨如新分居 在媒体的旁敲侧击之下 她才承认已经与对方离婚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当时她身边 就已经有了新的燕人JW 而JW则是成为了她与杨如新离婚的关键人物 也就是说 在她尚未与杨如新离婚的时候 就已经与JW开始有所交往了 两人交往了一个月 赵世之向杨如新提出了分手 并且决议离婚 两人才分道扬镳 赵世之为了JW与杨如新离婚 不顾两人在一起超过12年的感情 尚不好说当时两人之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JW的确是成为了最关键的人物 JW是赵世之的小学同学 两人一早就相识 不过过去甚少往来 一直到2018年的9月 在一场聚会上两人重逢 一见如故 你来我往之后展开了恋情 而在于杨如新离婚后 赵世之都没有公开承认JW的身份 就更不要说是公开合体了 一局事情到过去了大半年 赵世之才承认在与JW与杨交往 赵世之对JW的感情 在处理上如此的小心翼翼 明显的是因为过去与杨如新太过于高调 结果没有好结果 却成为了笑料 的确 赵世之在与杨如新结婚的这七年间 两人经常高调结伴 出席各种公开的活动 大秀恩爱 丝毫不顾忌外人怎么看 就是一副外界越不接受 我就越是让你接受的姿态 结果外界逐渐接受了两人的婚姻 两人又以离婚收场了 另外也在于JW出现在赵世之与杨如新 尚未离婚之时 身份太过于敏感 赵世之自然不会让对方成为靶心 事实上这一年来 赵世之从来都没有公开携带JW出场 且很小心翼翼的避坛与JW的感情事 罕见的是情人节前后 赵世之发起了一场名为 Love Beyond Mars的活动 并支持活动赵世之含有的传上了 与女友JW的合照 虽然两人都是戴着口罩 是人 但是没有因为口罩的关系 有任何阻隔 脸贴着脸 眼神坚定且充满了信念 感受得到彼此之间的默契与爱意 这是赵世之第一次正式地将与女友的照片公开 毕竟她是这一场活动的发起人 当然是要以身作则 除了公开与女友的合照外 还大方地接受访问 尊享与女友相处的点点滴滴 更是直言很珍惜与女友在一起的时光 两人每日至少要交流沟通半个小时 以保持感情的新鲜度 且曾经离过婚的赵世之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如今对婚姻依然有所向往 不过就是表示不会冲动结婚 且下一次结婚一定是会在香港 且是光明正大的结婚 还值得议题的是 赵世之举办的这一场活动 得到了很多艺人或是公众人物的支持 包括王志贤 邓志达 庞景峰 NNR等等 他们都上传了与另一半的合照 支持这一场活动 赵世之的感情生活谈不上丰富 但绝对是够精彩 2019年公开与杨如新离婚之后 赵世增虽然表面不露声色的表示 与他无关 但是心里应该还是会感到窃喜 不过事实又是赵世之在结束一段感情的同时 又开始了另一段的感情 根本就是无缝衔接 当然赵世增的确也管不了这么多 他说与他无关也的确是无关 另外赵世之虽然与杨如新离婚了 但是两人也没有交互 后来他熟知对方有了新的恋情 他还大方的祝福了对方 只盼赵世之这一次与GW的感情能够长长久久 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谁说富豪就没有烦恼 看看香港地产大亨赵世增的烦恼 可能更多的还是和香港女星姚伟 所生的女儿赵世之身上 赵世增与姚伟之前 与女儿赵世之的感情是没有少操心 赵世增为了找何演员的女婿 曾经不惜豪志武艺全球招男性女婿 而姚伟为了阻止赵世之的恋情不惜反目 甚至搬离了香港到上海居住 但却始终忧不过赵世之 如今梁老爷想开了 看开了 所谓眼不见为尽 不知道不了解最好 赵世之爱怎么折腾随他 即便是在上个月赵世之与妻子离婚 赵世增也好 姚伟也好 都是一副平常心 尤其是赵世增回应只有一句话 不知道 不关心 也不想理会这些事 相当的佛系 的确赵世增的态度是正确的 或许他对这一个女儿太过于了解 也知道即便赵世之妻子离婚了 也并不能改变什么 尤其是他最初最在意交往的对象性别这件事情 在从前赵世之的父亲赵世增 还生龙活虎的时候 碍于面子的关系 他当然不允许自己的女儿走这么不寻常的路 而赵世之的母亲姚伟 好歹曾是香港的女性 女儿也有这样的事情 自己面子过不去 内心也无法接受 所以极力的阻止 如今赵世增都80岁了 管不来了 所以只能冷笑面对 而姚伟只能自我安慰 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女儿的婚事 所以女儿在他眼里根本就是没有结过婚 但求女儿不要伤害人 自己开心就满足了 另外作为父亲的赵世增呢 也没有树立太好的榜样 80岁的他曾经交女友无数 直接未婚 先后与三位女友生了几个孩子 赵世之呢就是其中的一位 而赵世之在这么一个关系复杂的家庭中成长 要说不受的影响也并不可能 所以赵世之有今天的个性 作为父母这一方的 也确实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所谓烦恼可能都是自早的 不过赵世增还是不错的 至少承认养育了这个女儿 即便是赵世之一直那么任性 他也从来都没有说要脱离妇女关系 这一点比那谁要好得多了 赵世增与姚伟是赵世之的父母 而且两人又并非夫妻 应该说姚伟不过是赵世增上千个女友中的一员 之所他们能成为赵世之父母就是意外 不意外的是赵世增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娶姚伟 所以当年20岁的姚伟生下了赵世之后 两人就分手了 姚伟也是圈中人出身在上海 小时就来了香港 自小学做采访专为明星做衣服 因为热爱唱歌诱惑歌唱老师的赏识 有机会学唱歌 之后因为歌厅的歌手音并不能登台 姚伟就有了机会代替对方登台 继而被关注开始了从一之路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正常情况下哪个当妈当爹的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呢 姚伟接受不了赵世之的婚姻 这不难理解 但是她今天即便再有幸不甘 也是无可奈何 除了祝福 也只能是祝福了